狗熊上单,九筒辅助 应该是这么一个板子 是的 看最后中单出啥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右边感觉 LNG缺一个前排的感觉 哦,这是 来了,亚索角月有combo的呀 这一首老DK,老DK体系啦 但是,这样选出来 我怎么感觉LNG这个阵容有点拼呢 好拼,真的好拼 其实我本来以为 爱上车会补一个类似于 为什么加里奥这样的英雄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只有整了一个 就是如果各位观众有印象的话 就MSI的 应该是在这个小组的默契的时候 当时DK有拿过一把 就是九月跟亚索的一个提醒 已经过来了 怎么先抓上 拿了一个一击上来 Tazan你在边上 珠穆要不要交伞 他有盾 一技能落雷下来 打了一个盾出来 珠穆的这个闪现声都不用交 他该是撤退了 这个真言只能让掉 但是Tazan已经来到五级了 这边卡拉比硬上来打一波 这一个异技能 是骗了Tazan的一个闪 但是这个兵线太靠里面了 下路纸上来 Rwandi自己要被反杀了吗 但是Rwandi这个大招 好像是没有预判Rwandi的一个闪现位置 但是后续的话 直接挂住 等兵线进塔了之后 四枪 最后一下QG能稍微减速一下 最后一下248 直接取到这边的 换一个绿毛 绿毛结果被他碰死 加个辅助 这一波 绿毛在背后 但是Tazan 拉回来一个绿毛 绿毛这边的话 看伤害过不过打出一个余阵 白爪MD 直到旁边卡拉比闪现出来 红温火稿 但被一个虚弱套上 正面连换两人 最后的话 牙膏跟Tazan一波单挑 但Tazan已经没有拦了 他一上来 直接一手边走 承接了一口大鸟 回一口血 但感觉还是没地方走 而且还被Tazan抢了 大鸟 Tazan后面有个暴力果实 但后面有个Loken 在看着他 跑不掉了呀 Tazan 还在往下跑 一个W 致命华彩 最后牙膏扛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结果回放 感觉这个大招是得接的呀 你看这时候 脚越西的时候 直接接大 九总直接死了 他被牙膏 那一瞬间 他被那个绿毛 那一瞬间的意技能打晕了 他刚头上有个晕眩的那个标志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是被控到的话 只能说这一波 我把装备鼓出来 就更没机会了 下路开局了 完美羡慕 蓝波大招也下来 风走位了 最后一枪中了 再一个W 这边被钉到塔下 我们看一下Loken 狂风加平A 收掉了这边的Lite 这个神圣分离者的三个小剑做出来 中路这边看一下 好像是Icon的一波EQ 闪R 然后配合他在那进场 但是立刻被牙膏落地 之后交出闪现往后溜了 有点随意 但是这个魔导王 好像是被Lite的一个EG能给抢掉了 但是下路 要卡快爆了 怎么办 让了吧 这波再不走 要被绿毛留下来了 蓝波一个大招先留住 交R交W 反手又爆炸酒头 炸得非常漂亮 而且这边一个E闪 楼肯杰拿着这个Killing Spray 好像要被逮住了 在野区 来了 阿乐一个大招盖住 Kanabi怎么跑 先撒个大招 有闪的转头 后面远春 又被杀死了 我去这伤害 而且后续的话交了闪现在 他在EG能上来是杀掉了交了闪的Kanabi 但这一波后续的话 两边可能还要打 Loken这边先交一个狂风躲下来 王底的技能 这边的话一直直到绿毛绿毛 直接顶断了下来 这边的话Zoom 上路跟对方做一个PK 这边都看一下 Tazan跟Icon进来 一步完美的配合 把左边的一个中跟斧全部击下掉 Zoom这边交了闪 感觉自己还是走不了 王底会不会换吗 一下PA 两下 最后的话是在死之前 Zoom跟对方的辅助做了一个兑换 好死了 对 他是一个R技能铺在了自己的脚底下 然后让阿乐这边走不动路 你会发现 直接 哇阿乐走不动道 就在这个其他板上被活活的烤死了 看一下后续Tazan的操作 看这波 先正面 对 哇 再一个E拉到两 EA拉到两个人 Tazan这一波 两个人瞬间融化 好一波 指动打C 蓝色王先直接打 金东也知道拖不下去 毕竟中边有个先锋在 阿乐直接交锅锁过来TZoom 在这边的话 龙已经被阿金东给拿了下来 20分钟左右T牌 绿毛这边E闪 炸了回来 炸了起一个脚越的脚越 立刻交出了秒秒 这边的话看一下 R技能拉到卡拉比 旁边他的R闪 配合在Icon的闪现 在秒代这边Loken 在这边的话看阿乐进场中 好像打不太过Zoom Icon旁边找牙高的麻烦 给阿高一个E技能拉开 找到Q E技能 这边Q技能三段拉到 E技能再跟上 这边配合的一个盾弓的被动 是成功的杀掉了牙高 这个生存空间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这部绿毛其实开得很漂亮了 不过这边 他两个开了个精神拖了很多时间 然后在一个远距离ER 截流着Loken 截上Icon的一个大招 现在可以发现这个组合 切到一个C的话 确实会直接秒杀 是 得小心点现在进攻 这个风刚好吹到了牙高E的路径上 是 对 牙高来 要看一下脚跃的位置 这波想踩肯定想踩Loken 因为Loken是没闪的 这边看一下 招的狂风拳接到了E技能 R的一瞬间被Lite给收掉 而牙高这边也被Icon给盯上 塔下 击杀掉了这边的牙高 而且还出发盾弓还出来了 在这边我看一下重进场 从这边能杀掉人吗 就矮汪底 交一个闪线拉出来 纵年倒 这波LG连杀左边四人 0换4可以直接大龙呀 这一波 这波LG连杀 牙锁要接的话得一直按R才能接到 你看 一到的瞬间直接接一个大招 是 而且阿乐这个E也很 很有意思 就在于 那一瞬间其实Loken有一个按狂风的动作 但是在狂风的半途中 就被E技能给蹬了下来 而且绿毛这个爆破九统受到有点小尴尬 他把牙锁直接炸到了 这边有没有脚跃是没有大招的 LNG这边最好等脚越大招 诶 选择直接RUSH大龙 RUSH这个小龙 能不能吃掉 这边的话 偶射方拿下这条水龙 看后面的话怎么进场 矮汪底正面已经进去 先扛了第一波 后面的话 牙膏的一个伸张鞋力 也是把他再少到死血 但是只要水龙拿到 LNG其实也可以直接走 这被急了呀 交替了交替了 就是 别人骗你的踢 你也得交了 没办法 这是阳谋没办法 就骗完就走 左边还在探视野 太快了 右边打龙 我说实在话比左边要快得多 这波这种积累下来 已经来不及了 接招R 这个R交得非常好 一个棒不救助 乍回来炸到脚越 脚越交出了一个精神 这边矮汪底扛不住了 交了一个秒表 他在交出闪就往后走 这边的话做不进场了 矮汪底先倒 这边人群都游来游去 在反场 一个R R7的R先两个人 牙膏在人群中 交出自己的一个复活 但是后面的话看一下 一个R7的踩到了LOK LOK LOK交出了秒表 后续阿勒再踢进来 感觉战场被红泽帮收割了 赖的砍下三杀 这一波的团战打到最后 是一个一换五的局面 那应该一波了 天哪 这一波 团战开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进攻优势很大 但是 当这个卡蜜尔和脚越进场的时候 感觉左边完全没有还手能力 就吹枯拉秀 尤其他整个Icon那一波 科目打完了 阿勒二进攻的时候 左边就完全抵抵不住了 哎呦 牙膏的复活甲也紧跌去了 被打出波甲 站起来之后 就塔战一丝血 但他就是打不过塔战 塔战开个W 可得跟他对A 他一不过 哇 那这样 最后再吹起来 击杀绿毛 我们恭喜LNG 在第一把比赛 用着非常 有着自己风格的阵容 拿下了一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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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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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